旅客召集在柜台询问航班资讯 工作人员只能无奈耸肩 因为他也不知道航班什么时候会起飞 许多民众在11号一早提着大包小包去机场 准备搭飞机 却得知所有国内线航班停飞的消息 让旅客相当错愕 而受到波及的航班 大部分集中东岸 但开始往西部蔓延 全都是因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 提供机师飞航必要通告的系统 一大早突然荡机 让民众听了很意外 所幸经过FAA紧急抢修 纽约纽华克 亚特兰大等机场 已经在当地时间11号早上9点左右 陆续恢复起降 全美各地航班也逐渐开始恢复起飞 不过这次事件造成4300航班延误 并有大约700航班取消 旅客的行程全被打乱 对此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说 相关官员已经向拜登总统 简报这起事件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这是网络攻击 虽然经过连夜抢修 全美各地航班已经逐渐恢复起飞 但国家空域系统运作依然受限 拜登听完简报后要求运输部长塔周吉 必须好好调查事故原因 给美国旅客一个交代 欢迎订阅孙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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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